1972年 大陆考古队在湖南长沙 挖出了震惊全球的马王堆古墓 其中一具深埋2100多年的女尸 身体竟然没有腐烂 在她剪开的那个皮肤的底下 肌肉的颜色是红色的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女尸被发现时 就像刚沉睡的美人 被称为东方睡美人 大脑完整 五脏俱全 皮肤有弹性 连关节都能动 他到底是谁 考古人员在墓中找到一颗印章 上面刻有窃心锥 表示女士的名字叫心锥 叫做栗昌的妻子 那她生活大概是在汉高祖的实际 心锥只是一个西汉诸侯国的丞相夫人 一果四官的墓葬规格 却宛如汉朝皇家 身份令人好奇 有连续剧演绎汉高祖刘邦 从大将军韩庆手中抢来心锥 事实上 根据有限的文史记载 心锥十六岁就嫁给丽苍 应该没什么机会跟刘邦 韩信大谈三角恋 但复原心锥的容貌 柳眉姓眼 的确是位秀丽美女 她又为何千年不朽呢 棺材里面的水不是防腐剂 不像现在的福尔玛丽 因为那时候的科学技术 全世界都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尽管考古学家发现 心锥棺木中的神秘液体 含有少量朱砂 但他们认为 它身上仅仅包裹的 二十件华服才是秘密 尤其一件仅有二十五公克的 稀释珍宝 速杀单一 二层衣服就像一个残碱 裹得够紧 闷死了它体内的细菌 那么没有这些能够吞噬人体的细菌 尸体就不会变成一堆枯骨 专家分析 缺氧跟无菌环境 让心锥只神不符 也有人说 是马王堆泥土神奇 这位沉睡千年的东方睡美人 依然隐藏许多 不可思议的谜团